大家好啊 接着聊啊 十天后案子告破啊 那个贼在早市上嚣张 早市嘛 早上起来 有卖东西的 卖早点的啊 那会儿好多居民区附近都有早市啊 床单裹着新录像机 被鸡敏的朝阳大妈看破 朝外有那冬月庙 是吧 然后那个有那牌楼 有那庙 也挨着那个日坛公园不远 朝外大街有一个朝鲜驻华大使馆 是美国新馆可能是北京最大的 美国大使馆新馆这个大楼没盖好之前 俄罗斯就是苏联大使馆最大 其次就是朝鲜大使馆 朝鲜大使馆就在朝外大街 挨着这个日坛公园这边啊 这个旁边的那个朝阳区政府 老干部局是我的客户啊 还有一个方草地小学比较有名 那小学里有好多外国孩子 因为这周围有好多外交官大使馆啊 这个当然了还有东大桥 什么这个国安宾馆 蓝岛大厦是吧 什么这个北京开关厂现在迁走了 还有那个关东店百货商场 我的客户啊等等等等啊 被机敏的朝阳大妈看破了 一个电话贼就落网了 给派人所打个电话呗 到公用电话打一般来说啊 至今我都不知道是哪位 福尔摩斯大妈 贼偷东西是贪财 都是穷人 他必然要嚣张 对吧 这就 哎 有渠道了 片井的小王把我传到派出所 进了东屋 你看还得传到 你听这词 是吧 好像这个人也 你丢了东西 你还就 你还犯了错了 警察能帮你 把这案子破了 你还得感恩戴德 传你 传唤 是吧 这词 是不是弄不好 你要子扭 把你也抓起来了 哎呀 我经历过这事 真的 哎 明明是我们受了损失 哎 那个检察院的来了 还跟你耍横 跟我耍横 信不信 我给你带到张家口去 要给我带到那个宣话 啊 明明是我们被人坑了 还有把我带走 这就是中国的检察院啊 检察官 当然了 宣武区检察院 还有东城区的检察院啊 也是我的客户 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啊 我也挣他们钱 逻辑混乱啊 进了东屋啊 里边的架子上满是录像带 都是他们收缴的 都是警察缴货的被盗的 他说 真实的谎言 就这部大片啊 片警们在传看就不还了 哎 都喜欢看 不给你了 给你瞇了 哎 给你 切一刀啊 结糊了 是吧 就跟北京有那个切外汇的 是切会的 给你换外汇 应该比如说一万 啪啪啪啪一点 等到你手里变九千了 是吧 变九千了啊 其他的你随便挑吧 让他随便挑啊 二十年后 我见到了施瓦辛格州长 二十年后 那这哥们我看看啊 九五年的事 一五年 他见到了施瓦辛格 一五年施瓦辛格还是州长吗 啊 有可能卸任了啊 这但是啊 这哥们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移民到了美国加州了啊 告诉他 他的电影太好看 以至于被北京的警察们片警们疯传都不还给我录像带了他听了之后很高兴哈哈大笑 我拿毛片的时候 小王说 小王说啊 这几盘好看 丰满 而且没有马赛克 没打那码啊 没打马赛克 什么都能看见啊 这警察都看了 警察比比这帮社会上的人坏多了 对不对 他们先看了 所以你看他说小王说这几盘丰满啊 没有马赛克 好看 我洋装挑选毛片 暗中寻找BBC的录像带 幸运 那盘洋文的很显眼 被我发现 我不经意的抽了出来 小王问是什么内容 我说是录像带修理常识 你看见了吗 这警察没文化 不懂英语 是吧 被他蒙混过关了 我赶紧 我赶紧问 我的录像机怎么没有啊 他说 你随便挑一台吧 接着小王关上门 他那台没有了 让他随便挑一台 你知道吗 警察收缴来的赃物是没数的 我在海淀法院的执行亭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之前说过 告诉我 金戒指恐怕不能还给我了 因为贼卖给了派出所旁边的首饰店 已经融化了 改成其他首饰了 我说那简单呀 抓这个销赃的窝点啊 小王说呀 这个店有我们所涨的股份 警察在这个金首饰店入股 他不会投钱 他也不会到那去做这买卖受这累 他就是入的干股 这就是保护费 这就是黑社会 这就是黑社会 对不对啊 没法抓啊 这个店有我们所涨的股份 没法抓 作为补偿 作为补偿啊 可以多给一台录像机 毛片随便拿 因为BBC的录像带失而复得 我哪里还有心思啊 那属于肯定是禁片 揭露中国的一些黑暗的东西啊 我哪里还有心思挑A片啊 赶紧起身告辞 片警小王赞了我一句 说哥们真给面子 真给面 是吧 就不跟你纠缠了 为什么人家能移民到美国呀 是干大事的人啊 不会在那些小节上 小钱啊 这种细节上 是吧 支支节节的跟你这抠嗦 是吧 跟你这口口嗦嗦的 小里小气的 是吧 有心胸能干大事 是吧